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大黎屋王第二年八月 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 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大发烈怒 所以你要对众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转向我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我就必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那样 从前的先知呼唤他们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回转 离开你们的恶道和恶行 他们却不听从 也不理会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活着吗 然而我吩咐我的仆人 众先知的话与条例 不是以报应在你们的列祖身上吗 所以他们就回转说 万君之耶和华定义 按照我们所作所行的 对付我们 他已经这样行了 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戏罢特约 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异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 撒加利亚先知 实情如下 我夜间观看 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站在地窝地上的石榴树中间 在他后面 还有些红色 绿色和白色的马 我就问 我主啊 这些是什么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我会指示你这些是什么 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人回答 这些就是耶和华所差遣 在遍地巡逻的 那些骑士回报 那站在石榴树中间的 耶和华使者说 我们已经在遍地巡逻 看见全地都安定 一片平静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不怜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镇 要到几时呢 这七十年来 你一直恼怒他们 耶和华就用满有恩慈和安慰的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为耶路撒冷和习安心里充满疾恨 我向那些安逸的列国大大恼怒 因为我只是稍微恼怒我的子民 他们却加深他们的祸害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怀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 我的殿必在城中重建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绳子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你要再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城镇必在昌盛繁荣 耶和华必在怜悯西安 必在拣选耶路撒冷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四个脚 于是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这些是什么 他对我说 这些就是把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赶散的脚 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四个匠人 于是我说 这些人来做什么 那天使回答 他们就是把犹大 赶散的脚 以致没有一人可以抬起头来 但这些匠人要来惊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 这些列国 就是曾经举起他们的脚 攻击犹大帝 把犹大帝的人赶散的